各位又是焦点财经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少豪 好而且周三在美丽的矽谷 一个即将转换ONOR的一个商场 跟大家来报导世界焦点财经 本周S&P 500第一次碰到3000点 历史的高点可喜可贺 恭喜美国华尔街 但是主播我今天要来谈谈 本周的一个重大消息 那就是德国最大的银行Dosh Bank 德意志银行也是欧陆最大的第三大银行 宣布要裁员一万八千人 哇在全球要裁员一万八千人 你可以看得到当欧盟体最大的第三大银行 要宣布裁员你可以看到不仅欧洲全球都有经济萎缩的大信号 工作你跟我的参考三个观察三个二工作你自己投资买卖的参考 第一个二 revenue对了德意志银行公告它的lending贷款业务并不好 贷款的业务包括买屋 refinance 过去一年节节败退 所以德意志银行 remium不好要裁员也非常make sense 特别即将在第三季第四季前景不明朗 更是下猛药 这我们也可以理解 第二个就是reconstruction 结构性的公司的改革 这个公司要reconstruct rebuild一个比较强的结构体 因应现在全球经济进一步的萎缩 所以德意志银行要裁员不仅是对内 也是对世界经济萎缩的一个大信号 这也一样的非常的make sense 第三个retreat 对了退缩 整个的欧盟体经济的萎缩 继续的复利息 不仅如此 日本也如此 我们美国的银行也在十年的债券 只有两个percent margin非常的低 这种一步再一步全球经济的萎缩 造成它盈余的萎缩 造成公司的萎缩 业务的萎缩 节节败退 retreat 也是一个大的信号 所以无论是revenue reconstruction 或retreat 在在都证明 这个暑假 第三季 你投资买卖的脚步 从德意志银行 裁员 一万八千人 这是一个拐点经济 这是一个 the economy of turning point 所以你要小心而谨慎的布局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谁敬畏上帝 上帝必指引他当选择的道路 从敬畏上帝中 你可以得到无限的智慧 能够选择你智慧的道路 愿上帝祝福你 也祝福这个国家的经济 Howard Chen 陈绍豪 周三 在美丽的矽谷 一个即将转换owner的 一个commercial building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